全部都要先拿冰塊 然后把冰塊放到飲用杯裡面 全部放进去呢 对 全部放进去 在朴素咖啡同仁一步步教导下 台北市长蒋万恩顺利做出 一杯香醇的橙汁咖啡 紧接着他还到爱不啰嗦等摊位 推销闭屋工厂伙伴 用心制作的手工饼干 特色月饼及咖啡包等商品 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 为了协助台北市市山处 壁屋工厂争取秋节礼品商机 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行销记者会 呼吁国人多多购买 壁屋工厂制作的各项商品 我想大家知道中秋节 除了吃月饼 柚子 我们壁屋工厂所做的各项礼盒 越来越多元 精致 美味 而且不只有手工饼干 有特色的月饼 其实还有耳挂式的咖啡等等 应有尽有 所以送礼自用两箱鱼 所以真的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中秋来到 不管是想要准备礼盒 送亲朋好友 都可以上我们台北市壁屋工厂的 微笑商城 打微笑商城 就可以在上面看到 各项壁屋工厂精美的礼盒 台北市议员秦慧珠表示 过去几年因为疫情关系 壁屋工厂也受到影响 这两年才逐渐恢复买气 因此呼吁市民多多选购 壁屋工厂的商品 以实际行动帮助弱势 壁屋工厂这几年生意都有一点没落 特别是前几年这个疫情 大家不太送东西 从去年开始慢慢有一些复苏的迹象 所以我们希望提前一个月 为壁屋工厂做中秋节礼盒的宣传 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有这样子好的产品 很多人都在中秋节的时候 会互赠礼物 走访亲戚或者社交应酬 都需要买一些伴手礼 那如果说你有一份费用 有一份预算 欢迎你也拜托你买 壁屋工厂的产品 既能够帮助这些弱势的好朋友们 又能够协助你去进行人际的互动 这样一举两得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请大家支持台北市壁屋工厂 这些小朋友好朋友 弱势着他们的产品 台北市长江湾表示 壁屋工厂提供近600位身性障碍者 与弱势族群工作机会 还帮助每位工作者增强自信实现梦想 希望大家踊跃购买支持 我们很高兴看到 我们壁屋工厂 每一位陪伴的伙伴 大家很用心的来指导 我们所有这些身障朋友 让他们可以自己 做出所心爱的各种礼品 各种小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产品 它背后代表 都是我们所有这些朋友 他的努力 他的付出 每一个细节 不管是包装 手绘 其实都看到他们的用心 甚至可能在之前不断的练习 做出来的这个产品 为了提升买气 台北市劳动局方面还推出抽奖活动 即日起到9月30号 民众只要加入台北市 壁屋工厂微笑商城网站会员 并线上购买商品 登陆发票后就有机会把 Gogoro iPhone 15 Pro 15000元来回机票 及800元按摩券等多项大奖带回家 欢迎大家上网采购支持弱势族群 让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 充满爱与关怀 台北市壁屋工厂中秋节礼盒 在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